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拳的时候 双手互换 后手往回发力 顶 前手向前打 同时 上步 正脚 转肩转胯 变马步 根部 打拳 而且发力的时候要角揪六合 内三合 之前说过外三合 是手脚 肩胯 肘膝向合 手道 脚道 转肩转胯 下面着重说一下外三合 首先手脚 肩胯 肘膝为外三合 手与脚合 肩胯和肘膝合 这是最基础的 然后还需要有手脚与肩胯 肩胯与肘膝合 肘膝与手脚合 包括前后也是一样 前后的拳 肩 肘膝 脚 后面也是要合 配合身体转动 同时发力 形成六力合一 旋转发力 包括针脚 针脚 给地面做勾 形成反作用力 增大 手的力量 下面说一下上步撑掌 撑掌和打拳 它的动作是一样的 只如是手型有变化 打拳是力拳 后手贴于腰间 打掌是力掌 后手按掌于腰间 发力的时候 掌根发力 向前击打 同时 转肩转框 正脚发声